电视剧《阴丽雪》正在上海拍摄之中 头一次担当制片人的范冰冰 在现场只见她中文新演戏 丝毫看不出她还是这个剧本制片人 其实我在这个戏里面真的没有管什么 你问建华 就是我在现场经常是 什么都 我觉得这个都不是我的专业 我觉得我的专业就是演戏 就连制片人不管就只能导演管了 连续剧组里好几个主要演员 同时还在外面串着拍其他戏 当时很是紧张的情况 导演投影剧压力很大 对于我来讲就有一些压力 不单是这个刘远华 他也还有别的还有一部戏 还有几个演员都串着戏呢 那么所以呢就会 党期呢就会接着有些问题 导演急得不行 诗文制片人的范冰冰 现在没有像导演那样着急 演员出身她 对于演员在接拍这个戏的同时 还接拍着其他戏 表示了十分的理解 像雪华姐她就有干戏在横店 因为她很辛苦 但那边也很热 据说比在这里还热 所以我觉得 大家能够互相照应 然后来的时候 大家都能配合 其实已经很好了 看来虽然这次挂了个直播人的名 但范冰冰似乎一点都不感兴趣 还是演员的身份 让她更为享受 我是认为说做演员已经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了 因为你可以 没有说是翻来张口 一来伸手 但是也差不多了 有那么多人在伺候你 然后有灯光师在跑前跑后 帮你打到漂亮一点 摄影师在那么累 其实每一个工作人员都很累 不过面对拍摄信条 四十度的高温 但范冰也是热得够呛 终于忍不住第一次 以制片人的口气 说了句话 往往不知道为什么 总是这样的心在这种季节开 所以下次我注意一点这个问题